弗兰德院长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但却有些危险 唐三突然开口说道 他的话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弗兰德美好气的道 有办法不早点说出来 是什么 唐三道 两天前 我用来抵御毒物的幽香起落先钦 你们还记得吧 作为一株先品药草 它本来是天才地宝 如果我一直将它放在外面 那么凭借着自身的宝气 必然能够吸引一些强大的魂兽前来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也不能肯定被吸引来的魂兽是什么 很有可能强大的我们无法对付 数量也绝不会少 弗兰德这才恍然 并不是唐三之前不说 而是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实在太大 一个不好 说不定众人就会全军覆没 不要看弗兰德 赵乌吉 柳二龙三人 都是七十几以上的魂师 但在魂兽之中 一些格外强大的存在 却可以轻松地将它们毁灭 就像那次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的泰坦巨猿 就是连封号斗罗都不愿意轻易招惹的恐怖存在 小刚 你怎么看 弗兰德将问题抛给了大师 大师想了想到 小三这个方法也并不是绝对不能用 这是要看怎么用 小三 你还能找到独孤博当初隐居的地方吗 听大师这么一问 唐三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他与大师师徒之间可谓是心意相通 虽然大师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 他却已经明白了 老师 您的意思是说 利用老怪物留下的毒来保护我们 大师微笑汗手 此时 其他人还是一头雾水 看着这师徒二人 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 唐三在大师的示意下 解释给众人听 由于独斗罗独孤博 曾在这陆日森林中隐居 在他隐居的冰火两一眼外圈 一定范围内都有独阵守护 那种独阵 是建立在独孤博恐怖的独工基础上 哪怕是万年以上级别的魂兽 也不敢越雷石一步 当然 那些剧毒显然是难不住唐三的 先不说独孤博早就给过他解药 就算他凭借自己配置的药物 或者是幽香起罗先品 也能轻松的抵挡住剧毒的侵袭 只要将幽香起罗先品放在独阵附近 吸引魂兽 一旦魂兽的实力过于强大 他们就退入独阵之中 自然就不怕魂兽的群起攻之了 想离开的时候也完全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出落日森林 有了办法 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在唐三的带领下朝着冰火两一眼的方向前进 冰火两一眼在落日森林中心的位置 从任何一个方向到那里的距离几乎都是将等的 再加上 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本就在落日森林内 只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 他们就已经来到了当初独孤博布置的独阵外围 唐三郑重的发给美人两颗药丸 老怪我在这里布起的毒非常恐怖 虽然对于魂尸的危害不像对于魂兽那么大 但没有七十几以上的魂力 只要一脚踏入其中也是必死无疑 这两颗药丸先服用一粒 可保一天之内无事 另一粒在明天这个时候服用 我想两天的时间应该也够了 说完这些 唐三立刻开始了他的工作 他先独自进入冰火两一眼 从两种泉水交汇出的岸边取来了一些泥土 然后才在独阵外挖开一个小坑 把这些土放进去后 再将幽香起罗仙品小心地种在其上 幽香起罗仙品可不像小五手中的相思断肠红 永远都不会腐坏 一旦离开了如意百宝囊 没有足够的天地灵气支持 很快就会枯萎 而冰火两一眼旁的泥土 可以提供给他需要的养分 否则唐三是绝不会让他与普通泥土接触的 完成了幽香起罗仙品的暂时种植之后 唐三再从如意百宝囊中取出一个小玉瓶 打开瓶盖 一股浓郁的腥臭之气顿时弥漫在空中 哪怕是幽香起罗仙品的香气也无法掩盖它 小三 这是什么东西 臭死了 戴木白一向干净 闻到这股臭气立刻躲避得远远的 唐三微笑不语 心中暗想 戴老大 你又哪里知道这闻上去腥臭无比的液体乃是我用十余种珍贵药材提炼而成 论珍贵程度比幽香起罗仙品也只是略微逊色而已 小心翼翼的从瓶子中倾倒出一滴黑色的液体落在幽香起罗仙品的花蕊之上 然后他才将这玉瓶小心翼翼的收回百宝囊中 奇异的一幕发生了 从幽香起罗仙品的花蕊处显然喷勃出一股浓郁的紫色气体 紧接着原本他所散发的淡淡幽香骤然变得强盛起来 香气不再局限于原本传播的范围 在飘荡之中飞速的朝周围蔓延着 哪怕是远远避开的戴木白 也在一瞬间就感觉到香风扑面 唐三向众人解释道 我用药物滋润幽香起罗仙品 在大约一个时辰内 他的避毒效果会暂时消失 但在这一个时辰内 他的香气却也会飞速传播 至少可以传出十里外 这应该足够吸引一些浑兽了 毕竟属于天才地宝的味道 恐怕没有什么浑兽会不喜欢 对于唐三对药物的利用 众人不禁叹为观止 当然 他们把这情况也自然归结于 唐三跟随独孤伯 学习的半年 滋润仙品 吸引浑兽 对于唐三来说 这可以算是一举两得 随着香气四散 史莱克学院一行人 也变得警惕起来 实力最弱的奥斯卡 大师与宁荣荣 站在最靠近 幽香起罗仙品的位置 其他人在外围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 唐三在布置好幽香起罗仙品后 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观察 而是到外面走了一圈 这幽香起罗仙品 对于任何级别的浑兽 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为了避免一些实力不足的浑兽 也来凑热闹 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唐三在外围 也布下了一层毒阵 他所布置的毒阵 显然不如独孤伯布置的那样霸道 但对浑兽 却可以起到一定的过滤作用 根据唐三的判断 至少低于两千年的浑兽 绝不敢轻易 闯入他布置的毒阵 浑兽和人类不一样 他们的感官 比人类要敏锐得多 尤其是对于毒素的危险判断 更是极为准确 一旦发现面前剧毒 非自己所能抵抗 绝不会冒险 有了这半圈毒阵的布置 自然就能让史莱克学院众人 节省不少力气 只需要从实力足够的浑兽中挑选 就可以了 一切准备就绪 剩下的就是严阵一旦 虽然这个方法 能够令实力强大的浑兽聚集过来 但也同样有不小的风险 不论来的浑兽过于强大 还是不够强大 都无法满足唐三等人的需要 因此 不论怎么说 运气都占据了一定的成分 幽香启罗仙品的诱惑力 比唐三想象中的还要大 当他布置好一切 不过斩查时分 他们就迎来了第一只浑兽 低沉的咆哮声 混杂着淡淡的兴气 扑鼻而至 左侧树林一阵摇曳 仿佛有狂风吹拂一般 云从龙 风从虎 应该是虎类浑兽 大家小心 大师冷静地做出了判断 话音刚落 一头奔斓猛虎 已经从树林中窜了出来 那是一头通体漆黑的猛火 只有额头上 有一个白色的王子纹路 体长超过三米 尖高足有一米五左右 身体虽然庞大 却极为矫健 没等众人看清楚他的样子 在一连串的残影中 他已经扑了上来 目标正是众人守护着的 幽香启罗仙品 动手 唐三大喝一声 毫不吝惜自己的魂力 抬手就是一个猪网束缚 由于魂力的提升 现在他的魂力 已经足够释放四次猪网束缚了 魂兽的修为 从外观来看 一般万年以下的魂兽 修为越高 体积就越庞大 超过万年之后 反而会逐渐变小 当然 也有一些是例外的 比如一些特别强大 或者特别弱小的魂兽 是不遵从于这个规律的 眼前这只黑虎 一眼就能看出 修为在三到五千年之间 正好合用 唐三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出手 而不是退避 绿光瞬间膨胀 有的时候速度太快 也不完全是好事 此时对于眼中 只有幽香启罗仙品的 这只魂兽龟虎 就是如此 龟虎以恐怖的速度 和攻击力而著称 属于强力魂兽之一 极其凶猛 对于任何敢于 侵入自己领地的对手 都会以此相拼 由于他的速度极其恐怖 一般魂兽 就是修为和他差不多 也不愿意与他争斗 眼看着唐三释放的猪网 即将笼罩在鬼虎身上 他的身体却诡异地闪了闪 原本一头鬼虎 竟然变成了三头 在猪网束缚之下 其中一头化为幻影 消失不见 另外两头则更加迅速地 扑了上来 鬼虎天赋能力 影分身 戴木白低吼一声 身上四个魂魂 同时爆闪 在鬼虎出现的时候 他的身体就已经在迅速膨胀 此时眼看着鬼虎 已经扑了上来 他毫不犹豫地顶了上去 一双虎掌前拍 口中白光喷吐 白虎猎光波 已经发动 魂力的提升 令魂迹的威力 也有大幅度增加 戴木白的目的 又只是阻挡住 这只鬼虎的扑击 白光暴闪之中 又是一头鬼虎消失了 毫无疑问 戴木白所攻击的 也是一个影子 就在马洪俊和小五 同时迎上 准备合力攻击 鬼虎的本体时 他那庞大的身影 黑光一闪 再次分出两道身影 此时日 他已经来到众人面前 三个身体 从不同的角度 同时朝着 幽香起罗先品扑去 有了之前的教训 此时日 谁也不知道 究竟哪一只 才是真的鬼虎 就在这时 唐三眼中 紫金色光芒 喷吐而出 目光一扫 口中已经大喝倒 左侧是真的 竹琴小心 在紫金魔童的注视下 鬼虎终究无所遁形 唐三的眼睛 虽然还说不上是火眼金睛 但达到了戒子境界后 他的双眼 甚至能够分辨出 能量的属性区别 气息波动不同的 三只鬼虎 自然被一眼 就辨别了出来 此刻 面对鬼虎真身的 就只有朱竹青一人 在朱竹青背后 是宁荣荣和奥斯卡 这只鬼虎 无疑极为聪明 选择了一个 最为脆弱的方向 发动攻击 弗兰德 刘二龙和赵无极 都已经叙事待发 一旦史莱克奇怪 挡不住这只鬼虎的攻击 他们就会立刻动手 史莱克奇怪 配合了这么久 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 早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眼看着朱竹青遇险 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 骤然变得强盛起来 众人只觉得 刺目的光芒一闪而过 那头鬼虎 厉笑一声 前部之势 顿时减缓了几分 就连另外两个分身 也化为乌有 朱竹青很清楚 自己身后 没有闪避的空间 不退反进 迎着鬼虎冲了上去 也就在这时 三股热流从背后奔涌而入 力量 敏捷 以及魂力 同时大幅度提升 顿时令他的状态 超越了巅峰 幽冥突刺发动 朱竹青娇小的身体 直接撞上了鬼虎 指尖利刃 毫不留情的 从鬼虎惊吓掠过 留下了数道深深的伤痕 受到唐三精神冲击的鬼虎 在剧痛中清醒过来 烈吼一声 全身黑光奔涌而出 身体丈大 竟然不可思议的横移过来 应是闪过了 朱竹青接踵发出的 幽冥白爪 不过 有了这短暂的阻挡 就已经足够了 戴木白高大的身体 从侧面 已经扑了上来 他那强横的身体 所有虎纹 全变成了金色 怒吼一声 金光迸发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无数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 瞬间锁定了鬼虎的身体 蜂拥而上 正是戴木白 刚刚获得不久的 第四魂技 白虎流星鱼 论攻击的爆发力 或许戴木白的第四魂技 比不上胖子的凤凰笑天机 但他最大的特点 就是能够锁定对手 一旦锁定了目标 那么所有魂力幻化而出的 白虎流星 就会发动 传射效果 所有攻击力 集中在同一个对手身上 也可以瞬间散开 同时攻击多个对手 每一颗流星的攻击力 都相当于戴木白 本身魂力的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 这个魂环 对他的增幅 有多么强烈呢 那流星 可足有上百颗之多 如果鬼虎 没有受到 唐三的精神冲击之前 他还能够施展 自己的分身技能 来尽可能闪避戴木白的攻击 可此时 他的大脑 受到自己魔童的创伤 已经暂时无法施展分身 无奈 也只能用身体 硬扛戴木白的攻击了 黑光暴闪 幻化出一个黑色的光照 将鬼虎的身体 笼罩在内 每一点白虎流星 轰击其上 都会爆发出 一声剧烈的轰鸣 密集的轰响 不断响起 一圈圈金色涟漪 在那黑光上 爆发而出 鬼虎尽量将自己的身体 蜷缩在一起 使承受攻击的面积变小 令防御变得更强 史莱克奇怪 配合何等默契 宁容容手托 九宝琉璃塔 已经给负责攻击的五个人 都释放了自己的三个魂迹 除了力量与速度的增幅以外 他的第三个魂迹 也是千年魂迹 效果是直接对魂力 进行的增幅 也就是说 现在唐三五人 所拥有的魂力 是正常情况下的百分之一百四十 七宝琉璃塔五魂的 第一幅度效果 已经随着宁容容实力的提升 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当然 由于魂迹效果的增强 对宁容容自身魂力的消耗 也无疑是巨大的 同时在三个方面增幅 尽管他已经拥有了四十级魂力 但最多也只能坚持 五到十分钟而已 强烈的轰鸣 令大地泥土翻全 鬼虎就像怒浪中的小舟 不断被冲击着 但他也确实强悍 在这样的冲击面前 竟然没有颠覆 白虎流星雨 终究有他结束的时候 就在所有轰鸣 结束的刹那 突然 鬼虎那蜷缩着的身体 瞬间舒展开来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黑色光影 从他体内瞬间透出 直奔 珠珠心冲去 那黑色光影 在盘空之中 竟然凝结成了和鬼虎身体 一模一样的形态 甚至连大小都插箱仿佛 恐怖的能量波动 令空气发出刺耳的尖笑 仿佛是被那黑光 从中展开一般 是莱克奇怪负责攻击的五个人 此时是将鬼虎围在中央的 鬼虎的动作实在太快了 谁也没想到 他在刚刚承受了白虎流星雨的轰击 口鼻溢血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如此快速的 发出全力一击 哪怕是唐三 想要释放蓝蚓草 去救援朱竹青 也已经来不及了 一只三千年以上 魂兽的拼命一击 绝对是可怕的 鬼虎可不是攻击能力匮乏的粉红娘娘 他之所以选择攻击朱竹青 是因为此时朱竹青背后 距离幽香启罗先品最近 只要能够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 他不但可以去抓取幽香启罗先品 同时还能够快速的绕出去逃走 可惜这只黑火 还是低估了朱竹青的实力和心智 面对那黑色光影的冲击 朱竹青不闪不闭 身上的第三个魂环 紫光瞬间大放 双手闪电般在头顶合拢 双手五指上的爪刃 以惊人的速度 融合在一起 变成了长约一尺的利刃 同样是黑色的光芒 从朱竹青体内奔涌而出 整个人仿佛都已经变成了那利刃的一部分 就那么迎着黑火身上释放的黑光 斩下了双手 这正是幽冥灵猫朱竹青达到三十级后 获得的千年魂环剂 幽冥斩 同样刺耳的撕裂声响起 幽冥斩两侧空气扭曲出水样波纹 清晰可见的从中裂开 黑色的光刃 只凝聚在那一条直线上 当头披露 正好重重的轰击在那只鬼虎幻化的光影之上 在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辅助之下 这一击可以说是朱竹青 目前所能达到的最强攻击 没有碰撞的轰鸣 有的只是令人牙酸的摩擦声 半空中 鬼虎光影在那风锐幽冥斩的攻击面前瞬间行动下来 幽冥斩一刹那就砍入了他身体的一半 但是 这毕竟只是第三魂迹 这分影攻击对于鬼虎来说可谓是搏命的一击 他的身体已经紧随其后 窜了上来 幽冥斩的威力终究还是被能量远高于他的鬼虎分影所抵消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阻挡 那黑影在停顿之后立刻以更快的速度朝着朱竹青撞了过来 而这时候正是朱竹青全力释放攻击后心理卫生的危险关头